妈妈,你在学校外面等我,别进学校里面去。 这是一个小学一年级孩子对妈妈说的话, 问起原因,孩子说,班上很多同学的妈妈都打扮得很漂亮, 自己的妈妈不打扮,有同学说,我妈妈丑。 他妈妈听到这句话,半天没说话,心里很不适滋味, 难道打扮与不打扮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吗?一起来看看吧。 第一,打扮的妈妈,爱打扮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, 妈妈爱打扮说明热爱生活,这种生活态度给孩子证明的引导, 而且爱打扮的妈妈会很漂亮,孩子是很有神明眼光的, 爱打扮的妈妈在孩子眼里是最漂亮, 妈妈漂亮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自信。 第二,不爱打扮的妈妈,不爱打扮的妈妈一般都是勤俭持家型的, 妈妈不喜欢装扮,孩子容易被同学取笑,会觉得很没面子, 孩子太小不懂分辨是非,这让孩子容易自卑内向, 虽然不打扮确实可以给家里省点钱, 但相比对孩子的心理教程的影响来说,那真不算什么了。 所以妈妈们在生活中,我们要对自己有点要求,也要对生活有点要求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语文想要知识,那就关注我吧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